大家好 前一陣子我就听说唐慧玲身体不舒服 那我就跟她通了个电话 她说情况可能比较麻烦 她也没有跟我讲很多事 她只讲说有个肿瘤 那么后来因为有朋友讲出来说她得胰臟癌 那么大家也晓得胰臟癌是比较难医治的 就让我想到在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慧玲出来选举 我们大家都有一起帮她的忙 那么一起来努力 同时慧玲在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都很佩服她的侠女的精神 她的讲话是正义凛然 而且非常有内容 我经常跟她一起上call in的时候 坐在她旁边我就看她密密麻麻写了很多笔记 然后写了很多 她跟我很客气地讲说 她说有的时候讲话这样讲对不对 那样讲好不好 这个内容讲得正不正确 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也真的是狭情万丈 我看她身体也是壮壮的 我就没想到她会生病 后来我再想到说 她之前有跟我说过 说她的睡眠品质不是很好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什么叫睡眠品质不是很好 就是她很难入睡 她晚上睡觉睡得很少 平常我相信她也没有什么抽烟酗酒的习惯 因为胰胀癌一般都是身体过于劳累 甚至喝酒喝得很多 可能才会造成胰胀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只想到说 惠林跟我讲说 可能是因为她一直长久的时间 睡眠的品质都不是很好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 从事政治的人 或者做任何行业的人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太过于亢奋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做事情会很认真 像我平常有时候做事情 我都会希望做到百分之百的好 自己都设了很高的一个标准 然后一直去追求那个很高的标准 那会造成身心很大的一个负担 身体健康最重要 尤其我在前天又跟惠林有通了个电话 那我找时间晚上去看她 但是我希望不要给她太多的叨扰 只是带去许多朋友对她的关怀 像新竹县的议长张正荣 他就跟我讲他非常钦佩唐惠林 那在这段时间也希望能够 有什么可以帮到她的地方 就希望能够帮她 那我昨天到台中去参加一个 向日葵基金会的董事的会议 那里面有几个朋友跟我讲说 有什么可以去帮助惠林的好 那我觉得这都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大家满满的祝福 满满想要帮助她的心 希望能够把她的身体 能够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引导 能够把她身体能够提引起来 让她身体真的变得越来越强壮 我们认为这么健康的 这么有侠女情怀的 这么认真的一个好的市医员 我们真的很希望她能够身体 可以早日康复 我现在是在一个 我自己种花的一个地方 我就很希望像植物一样 我们其实都会有时候 会有点受伤害 但是要给她最好的环境跟条件 让她赶快能够修补回来 我也希望能够有最好的医生 大家给她帮忙 然后许到好朋友 我们大家能够关怀她的去关怀她 但是不要给她造成负担 我们能够看她去看她 不能够看她 我们就平常用祷告的心情 来帮她祷告 那如果佛教的朋友 也希望能够念钥匙经来给她 让她身体能够有这些宗教 跟这些大自然的力量 跟朋友暖暖的正面的关怀 鼓励的力量 能够让她身体早日康复 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样一个 好的社会正面力量的一个 侠女一员 唐慧玲 希望她早日康复 我们大家一起来祝福她 一起来帮她 一起来帮她 一起来帮她祷告 然后让她身体早日康复 非常谢谢大家